Hello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个马甲合计的分享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发这个视频会不会有点太晚了 像杭州现在的天气呢 穿一个打底再加一个马甲 或者薄外套是完全够了 但是北方的朋友可能已经在看棉服和羽绒服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搭配太冷的话呢 就把它当做一个内搭来看 毕竟马甲它是一个从刚刚入秋 可以一直穿到明年春天的单品 直接在里面加保暖秋衣 或者在外面套外套就可以了 这件马甲呢 我非常喜欢它整体的配色和它的花纹 它这个蓝色会比镜头里的要更加的浅一点 然后跟这个奶白色配在一起 就是非常有那种奶里奶气的感觉 再加上这个V0 整件马甲就很有学院感 但是它这个花纹本身呢 又是会带有一点点复古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很特别 这件马甲它的面料还蛮厚实的 我觉得拿在手里的质感还是可以的 它的版型是比较宽松的 然后衣裳呢也是比较长的 如果是小个子的女生 就可以在下面搭半身裙加小腿袜 非常可爱非常简铃的一个搭配 像我的话呢 搭配的是一个棕色的半身裙加黄色的衬衫 这一套的话 我觉得就挺复古 挺有秋天的感觉了 接下来呢 是一件万能的黑色马甲 版型是蛮宽松的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小小的口袋 这种黑色马甲真的太百搭了 我觉得毫不夸张的说 就是随便从衣柜里面抓一些衣服出来 都可以跟它搭出个 三四五六套不同的搭配 黑色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真的太沾毛了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养猫的家庭 但是它的同款还有一个灰色的 灰色马甲的搭配呢 和黑色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像我前面分享的那几套 我觉得直接换上灰色的马甲 也是完全OK的 今年买的马甲 基本上都是套头的 然后只有这一件是开衫的形式 这一件的面料它是比较像那种 薄一点的牛仔的一个面料 它是黑白的一个配色嘛 然后有一次我是不小心穿反了 把这一面穿在外面了 然后我很神奇的发现 它其实可以正反两穿 随喜标在外面会有一点点奇怪 但是创世纪元他们家的衣服 本来就是比较特别 比较有设计感的 如果说有人问你为什么反着穿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自信一点说 他们家就是这样子设计的 这件粉色的之前有分享过图纹的穿搭 它上面呢 有很多这种编织的元素 正反两面都有 看上去就很有细节感 这一件它的面料是比较松的 然后呢会有一些弹性 拿在手里的话是比较轻的这种 像前面分享的第一件 那个也是毛衣的马甲 那件就很扎实 然后它的那个毛线都是很密实的那种 拿在手里的话 也会比这件要更重一些 这件也是之前有发过穿搭图纹的 我是跟店里面搭配的连衣裙一起买的 我觉得那一套搭起来就已经非常非常好看了 它的面料是这种 糯糯糯糯的一个面料 非常的软非常的舒服 然后一点也不扎人的 但是它有一个我收到之后才发现的问题 就是它这边的花花是塑料的材质 所以这一件它就不能放到洗衣机里面洗了 必须要手洗 这件马甲是我在刚刚入秋的时候买的 然后穿搭也拍了 但是没有发出来是因为我准备要发的时候 发现他们店里面已经下架了 然后呢我前阵子去看它好像又重新上架了 然后呢我今天去看它好像又把它给下掉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后面还会不会再上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问一下他们的客服 我觉得如果问的人比较多的话 那应该他们也会重新考虑再把它上架的吧 毕竟他们也是想赚钱的嘛 这一件它整个的配色就特别的跳脱 有一只绿色的大狗子 然后它的嘴巴和鼻子是和这边颜色是对应的 这件的话我觉得它搭配的好的话是比较可爱的 然后又会有一点点那种骨骼少女的感觉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